好,我們第一章要介紹的是光線的直徑性 光線呢,它有什麼叫光線,因為它是直線前進 光會不會彎曲呢? 基本上不會彎曲 就是說,比方說,為什麼我們穿著衣服 因為如果它會彎曲,那很可怕 光這樣完全就看到你 你穿衣服也沒有用,對不對 那因為光直線性就是說 你看到的畫面,你看到的東西一定是直線的,知道嗎 不會有這樣的障礙物 那如果你有障礙物,會發生什麼事情? 反射 就會形成影子或反射,對不對 所以第一個,光不會彎曲 不過後來就被推翻了 就是阿尼斯坦推翻了 它會被重力彎曲 這是廣義相對樂的內容 就是光會受到重力的影響 這個阿尼斯坦太厲害 它把牛頓以來的三、四百零的人都已經全部 全部重新更新 所以它這麼偉大 是因為它發現一些沒有想像的問題 所以光線會直線前進 直直來 對 直線前進 這個是國中的內容 那高中,到了研究等級就不一樣了 就是發現一些這樣彎曲 如果沒關係,你們就把它彎曲 好,第二個 他們呢 我們知道那個聲音的傳播需要用到什麼東西 戒指 但是光需不需要戒指 完全不用戒指 光呢,不需要戒指就可以傳播了 不需要戒指 好,它不需要用到戒指就可以傳播 所以呢 太陽光傳到地球 其實太陽跟地球之間是宇宙對不對 壞太空 其實什麼都沒有對不對 那如果聲音的話是不能夠傳播對不對 好 但是光可以怎麼樣 傳播過來 所以其實光傳播需要戒指 那 那如果有戒指會怎麼樣 反而會讓它變慢 你知道嗎 好 所以它不需要戒指就你們傳播 好,第三個 那光呢 一定是走直線 那你知道為什麼光要走直線 其實光走直線 有個很簡單的道理 因為它是最短的路線 好 最短路線你知道嗎 所以光會走直線是因為那是最短路線 它會選擇最短路線去走 好 好 所以我們叫做這叫光的直徑性 它有沒有類似的現象 第一個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影子的形成 為什麼會有影子呢 沒有被光 因為沒有光的地方就會起成影子 對不對 如果你站在太陽底下 你如果面對太陽 你後面會有什麼 影子 影子 就是黑暗影子 對 黑暗就是什麼 沒有光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 這邊有個光園 我們看一下 這邊有個光 假設這是一個電燈泡可以嗎 電燈泡 電燈泡真的很亮對不對 那 如果我在電燈泡前面呢 放了一顆 不透光的球 這是不透光的 一顆 比方說 籃球 好 一個籃球 好 那後面呢 我們放一個布布 這是 屏 屏幕 那同學 因為這個 這個光園 它是四面八八 都會放出什麼 光 對不對 它會四面八八 都會放出光 那我們取其中一點來看 取最上面這一點來看 好 這邊 這一點叫A一點 那A一點這個點 照出來的光會怎麼走 它會往 到柱亂走對不對 那如果它往這個方向走 它會遇到誰 球對不對 所以它 它照射的過程呢 你看喔 好 所以請問影子 在哪裡形成影子 這個地方會形成什麼 影子 這邊就有影子 對不對 我畫了台詞 我畫字 空氣 因為空氣是 透光的 透光的影子 這樣水 為什麼沒有影子 因為水可以透光 好 所以同學 這邊會形成影子對不對 是不是 好 所以這地方應該都是 欸 這個後面都扛到光 對不對 那問題是 這邊也被照出光 對不對 有沒有走在那個 晚上 一個人躲在那個 路燈下 你有沒有發現 影子有好多個 對不對 為什麼有好多個 因為好多個路燈 因為好多個路燈 有的路燈比較長 路燈比較長 我說你的影子 比較長的影子 比較長 對不對 因為是不同的路燈 好 那如果從B點呢 照出來的光會怎麼走 這樣對不對 真的超級歪的 好 謝謝你再看 好 所以 它呢 那這個B點呢 那這個B點呢 它所散發出來的光呢 好 也是一樣 那你會發現 有一點 不管怎麼照都怎麼樣 照到就是哪裡 照到就是哪裡 這個地方對不對 所以這邊是完全的黑暗 對不對 不管什麼角度照過去都怎麼樣 都被擋住了對不對 所以同學 影子有兩種 一種是完全照不到光的 這個部分叫什麼 這個我馬上叫做粉影 就是最黑暗的地方 叫粉影 好 你可以想下去 第一個粉影就是完全 找到光的地方 好 那麼 其他部分呢 這邊比較有部分 這邊是有部分可以怎麼樣 照到光 這叫做什麼呢 有一部分可以照到 這叫半影 半影 所以 我現在畫綠色的部分 就是半影的部分 好 所以這個東西證明了什麼呢 光是 直線 前進的 知道嗎 光是直線前進的 好 所以呢 這是關於那個影子的行程 你知道知道嗎 好 可以分成屯影跟半影 那你知道嗎 我們 我們為什麼會看到什麼日食啊 月食是什麼造成的 日食是什麼造成的 日食是什麼造成的 對 太陽 太陽跟地球之間有個第三者 叫什麼 月亮 對 第三者 我們知道我們會繞 地球是繞太陽轉 對不對 地球繞太陽轉 好 那地球在繞太陽轉的時候 月亮也繞了地球轉 對不對 好 所以地球在這邊 可是當有一天呢 因為月球在旁邊繞對不對 它繞繞繞繞繞繞到這邊 剛好怎麼樣 剛好打住了太陽光的 這時候就會寫什麼 日食 你知道嗎 所以 這個光呢 你看 它就會形成一個造不到的地方 就叫日食 所以日食就是 就是 以前都會說 那個是一種什麼 異象 對不對 好 所以 這個月亮 所以日泉食就是 日 日頭的什麼 印字 擋住了 本意 好 那也有什麼 日片食對不對 好 那就是有半影的部分 好 所以 月球 好 那你知道什麼是月食嗎 就相反 月亮跟地球的角色一樣 不換 月球爬到後面去 對不對 因為我們的月球都是看太陽反光 對不對 對 所以月球會亮是因為 晚上會亮是因為太陽光的反射造型 好 所以這就是屬於日食的一種 好 所以 這是關於光的執行器 好 那第二個呢 第二種現象能夠針孔成像 那待會我就來做那個針孔 這種的像就是 我們用這個是先去拿這個廁所做衛生紙的直覺 好 這個還蠻好玩的 這個你會看到什麼像 你會看到顛倒的像 我們看一下 第二個 我們要證明光的執行性的第二個現象 第一個是影子的形成 第二個叫做針孔成像 這是我覺得還蠻神奇的一個現象 你們小時候有沒有做過針孔成像 沒有 原來小學有做過 都沒有做過嗎 好 外面小學有教 來 那我們看一下它是怎麼發生的 首先呢 我們準備一根蠟燭 好 那我開蠟燭 那我們知道蠟燭會有什麼呢 然後火焰對不對 我們點火的時候會有火焰 好 這是一個蠟燭 那 同學 我們在蠟燭的中間呢 放一個板子 一個不透光的板子 然後中間挖一個什麼呢 很小很小的洞 然後呢 在後面再放一個什麼 那個 紙屏 對 紙屏 我們用那個不透光的板子 有點半透明的紙屏 真紙屏 好 請問這個光 我們如果根據光的直徑性 你會看到什麼畫面 它會倒邊 為什麼會點倒 你看喔 我先舉例好 這個 這個不是反射喔 這只是直徑性 來 這個火焰最高點 把它叫做A點 可以嗎 可以嗎 A點會怎麼走 它要穿過這個洞 它要怎麼走 直線 它要直線前進對不對 所以怎麼走 往前走 往前走 就撞到了 直啊 一定要往什麼方向反過去 所以它往四面八八散發對不對 其中原道光可以怎麼走 往洞洞衝過去對不對 好 就在這裡 可以嗎 可以嗎 所以 這一點我們把它叫做A'可以嗎 這是投影的部分把它叫A' 好 那這邊我再取另外一點叫B點 B點就是火焰的下方 B點 那B點的體質 B點的光會照到哪裡去 上面 剛剛有交叉對不對 所以B點的話是 在這裡 在這裡 我們把這一點叫做什麼 Brown B Brown 那你有沒有發現A跑到下面對不對 B跑到什麼 上面 那左邊會跑到哪邊 右邊 右邊會跑到什麼 左邊 所以看到火焰長什麼樣子 好 它長這樣子 好 那如果蠟燭的像也看得到的話 它應該會長什麼形狀 它應該是這樣子 上 右 你會看到蠟燭的頭顏在上面 而且是上下左右從哪 電到 蠟燭如果旁邊光線還足夠的話 你應該會看到上面那個蠟燭 OK嗎 但其實火焰比較看得到 主要是火焰 因為蠟燭不會發光 這樣可能 不過蠟燭會擋光 所以你會看到一個 上下左右電到的畫面 所以同學 這種像怎麼來 你會看到這個火焰的像怎麼來 是光的直接怎麼樣 投射對不對 就像你那個蝙蝠俠的探照聲 打在一個地方對不對 你這個車燈直接打在牆壁上 就會看到一個光亮的圓圈對不對 所以呢 或像雷射底 你可以直接照在牆壁上對不對 所以這個光是來自於什麼呢 光的直接投影這樣對不對 這種像啊 最後叫做實像 這種像叫做實像 直接怎麼樣 投射在哪裡呢 腹部上面的像 叫做實像 那有虛像 沒錯 有實就有什麼 虛 很好 我們最後會選到虛像 你照鏡子那個就是虛像 因為你在後面看到東西 可是這個呢 你在後面還可以看到那個像 你可以真實的看到那個像就是投影在 你看 比方說那個 我們投影機 投影的那個 投影在牆壁上對不對 你如果跑到後面去看 如果那個布幕夠 好的話 你會看到那個光很強對不對 好 那實像直接投影上去 所以呢 來 它會形成什麼呢 形成實像 好 這個東西 你要先瞭解它 實像的意思是什麼意思 實像的意思就是光線 好 所匯聚而成 好 再指定要寫成 所謂的上下 左右顛倒的實像 左右相反的 上下左右相反的像 好 那實像是怎麼樣 有 光線 直接怎麼樣 直接 直接 聚集 對聚集造成 直接會聚的像 好 就是光走直線 看到的就是叫實像 可以嗎 直接從光源而來的像 就是實像 可以嗎 直接從光而來 好 那麼呢 因為它直接從光而來 所以它會有一個現象 就是它上下都會怎麼樣 顛倒 所以通常實像都會怎麼樣 實像通常都是什麼 什麼 什麼狀態 都會顛倒 實像 必 必為 倒立 對 必為倒立 對 必為倒立 但是倒立不一定實像 那基本上實像一定是倒立 必為倒立 但是倒立不一定實像 比較夠正確實像 就是理想的 但是基本上實像 這是倒立的 所以 如果我們之後會學到什麼 音樂 bone 畫面 只要這個像是倒立的 一定是怎麼像 實像 因為它是真實的光 匯聚而成 對 負面比較複雜 因為它還牽涉到兩片銅鏡 那就比較複雜 但是我講說實像通常是倒立的 但道理不一定是實相 像女生一定是人 但人不一定是女生 等於它是兩片後期比較負擔 但它是虛相 這是邏輯上面的判斷 基本上實相是道理的 好,那這個孔